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直品牌好程序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些Spark当中的其他算子 这些算子包括CountByKey,CountByValue,FilterByRange,FightMapValues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 群号是241617568,那么OK,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除了当前的CountByKey这个算子之外呢 同学们,我们来学习呢,另外一个算子,叫做CountByValue Value啊,CountByValue啊,CountByValue啊,那CountByValue呢 就是统计啊,统计,统计什么呢?统计啊,统计在RDD中啊 存储原主的个数啊,个数 那这里需要大家注意啊,这CountByKey,这个CountByValue呢 会将啊,这个RDD中的元主啊,每一个啊,每一个元主啊 元主看作啊,看作是一个Value 若这个元主中的元素是相同的 那么在这也需要注意啊 那么此时记得,此时就会将啊,这个圆主啊 这个生成啊,生成的Map值 记得Map值啊,Map值啊,Map是生成的Map中的Value值 加一,哎,加一 再讲,它相当于什么东西嘛 它相当于把这个,看啊,我现在选中那个 这个,元主啊,它会把这个元主整体啊,看作是一个Key 看作是一个Key,就统计这Value,这个当前元主个数嘛 对吧,如果这个元主呢,和这个元主完全一样 那么我只会记录一个,但是个数为二 能明白这意思啊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做 也就是说,RDD1.2,当前咱们Count CountByValue啊 然后此时需要注意,它返回的呢 也是一个Map类型的一个集合啊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集合数据类型啊 咱们讲说,咱们这个叫Values啊 Values啊,那这里大家看啊 它会把整个元主作为Map的Key存在,对吧 那这个Long呢,就是如果这个元主有重复 Long就进N自中 如果没有重复,那这个Long就是1 就1,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Print Values,保存,执行 好,我们看啊,是不是他将这个元主啊 整个一体是不是看中了一个Key,对吧 那Values呢,就是这个元主所在当前RDD中的个数 你看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因为没有重复嘛,对吧 那假如说在这里啊,我将上面那个元主 这不有个C3和C2吗,对吧 我把这个C3呢修改一下,变成C2,两个C2 那这个时候当我们再次执行 看到没有啊,在这里看这个C2,是不是就有两个了 对吧,在这里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他会把这个元主啊,整个元主呢 看作是一个整体当做Key存在,然后统计这个元主的个数 OK,那么这是当前的抗讨